空心磚裁切成适合的尺寸 叠起来竹起围墙 预理灾后修缮进入尾声 志工在黎太太家 做最后的围墙工程 我这个同样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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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磕磕磕磕磕磕磕 志工在忙工程的同时 黎太太也没闲着 拿着米袋捡回收物 志工看到很受感动 也鼓励她能进一步 带动邻里一起做 对对对 这个对这个对 你平常我在做吗 环保平常 我该出来做好而已 该做 那怎么影响周遭亲戚朋友 外面我们也没有那些姻缘 没有 从我们周遭亲戚朋友 我如果有用 老婆就搁拾起来 除了修缮相亲家园 志工这一天再度拜访范先生 一支竹筒启发善念 知识的警惕我 然后呢 槟榔少吃 要慢慢地戒掉 然后呢 主要就是还有就是 主要槟榔以外就是我 如果想 喝饮料 想喝饮料啊 想吃甜的 想喝 会让我变胖的 一切 就是那个钱 就把他投进去 就帮他做了 这一套的是工 穿着志工特制的新衣 范先生的精气神 都比志工之前 刚看到他时清爽 因此大家也邀约他加入志工行列 我们虽然在乡下 乡下地方有很多事情做 玉璃医院我们就会做志工啊 好 好 不一定要减肥才能做 要时间就可以去做了 不一定要做什么 满口拿个垃圾帮忙 靠靠地运动一下也好 志工把范先生当成自己的晚辈关心 期待他的体重下降到理想值 但手上的竹筒却能变重 圆满他想要主人的心愿 赞 好 打勾 硬着 盖章哦 大海新闻 这是美志工花莲报道 大海新闻